今天教大家10 个 Insta 310 手机 App 2023 年新手必学的功能 看完你大致就会适用这个 App 事不宜迟 第一, 学会三个汇入影像方法 第一, 用蓝牙加 Wi-Fi 在线编辑 好处是方便, 无线,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到 坏处是会浪费他们的电 不要移动网络的话, 加入不了音乐 还有玩不了特效 但你可以在选好影片之后 按下边这里 将影片下载到手机本地空间 接着断开连接相机 等手机重新连接 Wi-Fi 网络 就可以加音乐和玩特效了 坏处是会佔用很多手机空间 第二, 用原装闪传伴侣配件 插在手机充电口当独卡器打开影片 好处是省电和速度快 坏处是要买和带配件 最后的方法是用USB-C 去USB-C 线 方便, 条线不算贵 坏处它只支援Android 手机 和会浪费相机的电 无论用哪个方法 会进入之后 你都会见到一大堆不是好分得出的影片 之后会教你一个方法去做分类 但现在先要学习第二, 剪你第一条REAL 或者 SHORT 打开影片之后 1. 主选单第二项 画面比, 选9比16 2. 主选单第一项 修剪, 找回主体 跟着, 拉后, 拉前 看着这个时间, 剪出大约10秒影片 3. 看着时间续, 回去前面 找回主体, 加入1 1. 二. 三 三个不同的Keyframes App 就会自动申请动态 一条直到10秒 有动态 而手机又做不到的影片就这样诞生了 有品牌水印 教你怎样弄走它之前, 才可以介绍 大家好, 我是大纜牙Nick 专讲360相机的 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出360教学 评测, 屡舍分享影片 有兴趣玩全景拍摄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好, 我们继续 第三, 移除水印 我在之前不少的影片都有救过 但继续都有人问 在App底部选单找设定 之后向下掃 将App设定下面两个水印选项剔除 输出的影片就不会再有品牌logo 现在就讲一些能够改善影片的 第四, 学会简单调色 方法有三个, 看你有多少心机和时间 最难的就是用色彩增强 将条巴拉到最右 一般来说都OK 但个人感觉, 光差大的影片用它不好看 时间多些的话, 可以选类镜 这里有很多给你慢慢选择 有要求, 有时间, 有心机的话 就直接按调色 向这些选项之间慢慢调节 另外一样要学的就是 第五, 按配件优化拼接 正常来说, 安装了任何有机会影响拼接的配件 这个App 会自己刷割和自动优化 但如果你发现配件进入了镜的话 在剪辑画面右上角, 按三点Menu 之后选配件功能 选择你用的配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不过我很少需要用到这个功能 下一个就经常用到 第六, 保存, 避免覆盖原片 其实这个是偎命题 只要你不按这个删除键 和不按这个删除键 无论你做任何修剪、编辑、调色 都只不过会被分开记录 而不会刻录在原片上面 任何时间你只需要按重设编辑 就会变回原片 现在我们说 第七, 用罐头特效 在主画面下方Menu 选择剪辑 就会见到创意工作室 留意特效名称下面 确认自己相机玩得 就可以按进去 看着官方教学做 就做到一些有趣的特效 觉得官方教学不清楚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创意工作室教学影片清单 但留意一下 玩Shotlet 会用上手机网络 data 非常浪费电 和会令到手机发热 大家量力而为 另一个超级有用的功能就是 第八, 影片变相片 在任何影片 选好画面比例 找到适当的时间和角度 就可以在主算单找截图 按一下 保存当前画面 你就会得到一张漂亮的照片 去Upload IG 留意这样做相片解像度 会比较低 但超快超方便 说到最后两点之前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like 用我在官网的专用购买链件 都可以支持我继续拍片 多谢我们继续 第九, 相簿分类 这个APP 只是提供一个 整理相簿的方法 而且好阳春 就是收藏 在你逐条看你刚刚拍下的影片 如果见到自己喜欢的影片 就可以按上面三点menu 之后将它打升 接着在相簿上面 选收藏 你只会见到你打升的影片 缩窄范围 容易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懂得用收藏 对下一点都很重要 第十, 连结影片讲故事 到你想合成几条影片 做一条的时候 在主画面下面选择选剪辑 之后按创建生故事 然后在上面选收藏 你就会见到刚刚筛选好的影片 回入之后 这些影片便会顺序排列在时间轴上 让你自由剪辑, 调色和转向 在这里就可以输出结合好的影片 这个故事模式的功能很多 想学会剪一条好影片的话 可以按这里看看详细教学 我是大男孩 没什么意外出发去拍360 下次见 拜拜